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什么爱线等等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好像每次在讲到某个星座的时候 大家第一个都会先想到他的缺点 那有没有想过说那狮子座的优点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狮子座的优点就是 他真的很自大 没有啦就是说 他其实能够透过他 对于自己的自信心 然后展现自己的一个过程当中 得到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很难得到的东西 那其实他很爱秀自己 他也很愿意秀自己 那我觉得狮子座他们最强大的地方是在于 他们永远可以走在时代的简短 或者说现在大家在意的话题是什么 他的敏感度都很高 那那个狮子座啊 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阳光的星座 那他们永远会保持在一颗 比如大概十二三岁的一个青少年时期的一个星 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在四十座身边 你总是能够感受到那种 轻松自在然后阳光快乐 然后那种比较正面的那一面 你很难从四十座身上看到那种很负面的情绪 不过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聊到四十座他们在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时候 其实对于他们人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不管你是男生的四十座还是女生的四十座 成长的习惯的话 他可能会发现说他在三十岁以后 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顺遂 他会开始遇到一些阻碍 遇到一些困难 那他通常在三十岁以前呢 他的升迁之路都会蛮顺的 那三十岁以后 就会开始慢慢慢下来 就是宇宙在提醒狮子座的朋友 就是你要好好的开始去学习跟成长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你有去进步的话 有去做的话 实际上你在三十五岁以后 依然发展的比较好 那我觉得这个是做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们几乎是 只要他们愿意啊 他们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不过他们的前提是 他们对自己要有自信 如果说你们对于没有自信的话呢 你们是会变成病猫的 就是狮子会变成病猫 提高自己的自信心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 你不要把自信心的建立 建立在别人的称赞上面 因为是做很喜欢别人的称赞 而且很需要别人的认同 所以说我会建议你说 你可以当自己的发电机 然后呢自己鼓励自己 然后永远让自己保持在一个 有信心的状态 如果说你发现你最近做事情 有点不顺的话没有关系 你就持续的努力做做做做做 因为没有事情是做一次就会了嘛 我们一定是熟能生巧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外面有很多人讲说 事实处就是傲慢自大 适用心强 爱面子 然后或者是不求上进 那我觉得 这个东西你把它看成是优点 它其实也是优点 因为就是因为你喜欢别人的称赞 所以你才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让自己可以不断的被人家称赞 不是吗 那就是因为你傲慢自大 所以你会有领导力 你会相信你自己的判断 那你会有就是带领团队的能力 然后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有些星座是做不来的 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是相辅相成 就是你怎么看它是优点 怎么看它是缺点 就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而已 好那大家其实可以好好去思考说 诶 事实处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好 它其实也是很阳光很乐观 然后大家身边好像都会有一种被照顾的感觉 聊聊就是在职场上好了 在职场上 事实做总是会被人家抱怨说 你好像很自以为是 然后很刚愎自用 都不听别人意见 都自己觉得自己是对的 自我意识很强的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事实做在职场上 我觉得你可以去试着去 当一个善良的领导者 什么是善良的领导者 就是说你可以去倾听别人的意见 然后倾听完了之后 因为你想要照顾这些人 因为你是狮子 所以说你就可以去 去发挥你的一个领导能力 让大家去照着某一个方向去走 然后大家就可以跟着你 一直往前冲 往前冲 那就不会害怕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事实做很重要的一个领导能力 这样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些 譬如说像一些行销企划 或者是活动企划 或者是需要潮流趋势的 比如说电影业啦 或者是音乐界啦 或者是时尚界啦 等等 大众的一个流行趋势 你是非常的能够掌握的 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去 去经营这件事情 像现在目前电商广告 行销企划 这种类型的东西都很流行嘛 那你如果有去学的话 对于你的外来发展 我相信会是很棒的一个发展 好 那我们今天事实做就分享到这边咯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你有事做朋友的话 也欢迎分享给他哦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咯 拜拜 好 谢谢 recife